原标题 很久也才看到 那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王源 不知道在王源出现的那一刻 粉丝们会不会特别激动呢 而在活动现场 王源的表现也是特别出色的 走红毯时有着沉稳的帅气 而在表演的时候 也是一出既往的文 不得不说王源真的超棒的 那王源能够受邀这次的华表奖 也从一方面说明王源是受到了认可的 其实从王源出道以来 他都是一直努力着 而经过了他的不懈努力 现在王源也是有了自己的一番成就 而他一直以来拥有的正能量 更是由此激励了不少粉丝 那在近段时间 王源的事迹也登上了中国日报 而且还是英文版的 那能登上一份这么权威的报纸 足以看出王源确实是十分优秀的 中国日报 原本就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而英文版则是展现给国外各界人士的 所以能登上这么一份报纸 势必身上是具体着满满的闪光点 和许多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优点 那王源登上了英文版的中国日报 也正是说明了少年足够优秀的 王源登上中国日报英文版 不仅以流行偶像介绍的 还有其他的 王源不光登上了中国日报 在中国日报 对王源的介绍当中 也不仅仅只是代表着流行偶像的身份 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中 题目是对粉丝来说 王源不仅是一位流行偶像 那文章除了叙述 王源出道以来的种种事迹以外 也更侧重的谈到了粉丝们的想法 不得不说 王源这位偶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他不仅的一步步的 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更是逐渐地带着粉丝们 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篇文章当中 就有粉丝谈到了 自己原本势不善于交际的 但自从喜欢上王源 为了能够更经常地参加 有关于王源的活动 所以他不得不去跟其他粉丝打交道 而这也惰恋了他的交际能力 而有的粉丝则说道 本来他自己是很懒的 但看到王源做了那么多的公益活动 所以他也会主动去参加这些志愿者活动 从粉丝们所说的这些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 在喜欢上王源之后 给粉丝们生活 带来了一定的改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